十二帝国的捍卫者 1875-1889 纯亲王自从儿子被封为光绪后 每天战战兢兢 兢小慎威 以前他肆意妄为 杀害小安子 制造天津惨案 他觉得慈禧不能拿他怎么样 如今 他意识到慈禧并没有忘记那些事 而且他自身的杀生与夺 完全掌握在慈禧手里 他写信给慈禧说 呼蒙一指下降 则定黄色 仓促间让人感到迷惘不知所措 老干病也犯了 整个人都颓废了 其实他是害怕慈禧找个借口 告他谋反 干掉他 慈禧没继续搞他 已经让他感激不尽了 他甚至写了一首诫免诗 挂在光绪的书房 实际是给慈禧看的 其中一句是 永继东朝负载恩 他觉得慈禧不但没有搞掉他 反而抬举了他 在这种背景下 他把退私补过作为座右铭 自称退省斋主人 一宣觉悟了 对抗慈禧 搞改革开放剧是不对的 原因是 慈禧看到他 已经驯服 就又让他复职 参与一些政务 他也亲眼目睹了 慈禧治理国家的本事 其中之一 就是收复新疆 这个相当于 英法德义总面积的大片领土 历史学家马仕 在20世纪初写道 中国对这块地方 长达2000年的控制 时而严密 时而松陷 中央政府强 控制就严密 中央政府弱 就会陷入分裂 最近的分裂 是在咸丰初年 穆斯林囚首阿古伯 称太平天国内乱 割据了大部分新疆 及部分中亚土地 慈禧力主西征 李鸿章是反对的 称兵力享力 万不能带 徒收数千里之矿地不值 还说 新疆四周强敌环四 北边俄罗斯 南边印度 西边土耳其 波斯 空耗国力 很难揪手 实际上这是在慈禧 遇前会议上 海防 赛防之争 李鸿章主张海防嘛 因为沿海发达 关税都在那里 李建议 让新疆成为像越南 朝鲜一样的独立国家 接受中国策锋 建立朝贡体系 慈禧是拒绝的 纯亲王主张 赞罢西征为最上之策 但慈禧觉得 西征刻不容缓 因为 俄战伊犁已经四年 议程既定事实 他刚一付证 马上派左宗棠远征 左宗棠在此前 已然受命 平定闪肝回乱 深受器重 西征迷废俱万 慈禧从各省警队 又从洋人银行借贷 批了左宗棠 五百万两银子 1875年 63岁的左宗棠 台关西征 已是必死的决心 一路西行 一路汇报 慈禧不断满足 他军饷的要求 幸而惨胜 1878年初 已收回新疆 大部分土地 阿古百一死 他的儿子 孙子被阉割为奴 西方人批评太残忍 当时很开明的官员 曾继则说 这很正常 西方人 事真多 俗报干涉中国内政 慈禧不反感 左帅的暴行 左帅建议 把新疆从自治区改为行政省 屯肯养兵 随时弹压 实际上 仰赖现代科技和国际融资 清朝国力强于汉朝 汉武帝下轮台最挤兆的时候 要求不能屯肯新疆 尽管那个时候 气候条件比现在要好 他派崇后到圣彼得堡去谈判 要俄国归还伊犁 从后是个温和的人 天津草案时 就是他派人拆掉 通往外国人驻地的福桥 企图避免暴徒行凶 他谈了几个月后 签了份条约 伊犁倒是收回了 但新疆一大片土地 作为交换给了俄国 北京上层一致声讨 王公大臣组成的联席 会判他死缓 慈禧批准对他的判刑 北京的外交使团愤怒了 把外交官砍头 不是因为他犯了叛国罪 而是因为他无能 这不配中国新型外交的形象 甚至维多利亚女王 也以个人名义写信给 伟大的中国皇太后 恳请她从轻处理 慈禧释放了重后 拒绝承认条约 俄国威胁战争 陈兵九万在边疆 洋枪队将领 戈登向中方建议 采取交土政策 奋战五年 如果要和 就干脆完全放弃一礼 两种极端的策略 慈禧不接受 战 中国不具备必胜的条件 反而可能失地 呵 他不愿放弃一礼 慈禧洋庄要打 向边境调兵 同时与1880年派 曾继泽去俄国重谈 令曾继泽到俄后 保持电报联系 见机行事 坚持原则 避免激化战争 底线是暂时缓溢 暂时搁置一礼争议 在4月初五 5月19 7月17 30 8月初五等日 慈禧电狱 距离相持 刚柔互用 多争一分 极少受害一分 曾说他胜训周祥 结果成功收复 一礼 即从后出让的 大部分土地 中国付给俄国 500万两银子 作为俄国 十年来 带手一礼的费用 慈禧准约 发电报赞扬 曾不付委任 同时叫他 聚聚斟酌 勿烧疏忽 西方评价 这份新约为 中国外交大胜利 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 达弗林侯爵说 中国迫使俄国 做了践踏 从来没做过的事 把他已经吞噬的 领土又吐了出来 面临战争 失地危机 慈禧焦虑病倒 多日失眠 可雪 不能进食 太医院束手无策 让隔省见良意来惊 浙江薛宝田大夫 记录了 他的入宫经历 先至中翠 攻见慈安皇太后 亭中桂花 一箱扑鼻 盆内家竹桃盛开 当天没有垂帘 东宫正坐 皇上旁坐 三跪九刻之后 慈安嘱咐他们 小心看慈禧皇太后病 他们来到长春宫 礼弊 然后诊脉 结论是慈禧 愈怒伤肝 思虑伤疲 请皇太后 劫劳省心 慈禧说 我岂不知 无奈不能 由于谈判成功 慈禧顺利康复 纯亲王看到 慈禧既有西北 抗俄国的铁腕 也有指挥若定 妥协谈判柔性 这个吵闹着 要灭移的爷们 坐毅力坛 无人可及 临危欲敌 百无异能 一轩称赞他的女主 是大清国的瑰宝 最让一轩 俯首贴耳的是 慈禧处理 中法战争的方式 1884年 法国与越南 进行了多年的殖民战 由南向北推进 越南没有向清朝求助 慈禧数次 派军入越 协助剿匪 事后撤回中国 慈禧认为 祖宗基业 一点也不能少 对方国则能保则保 实在不行就放手 他晓得面对欧洲列强 蜀国难保 不惜一切代价 收回新疆 保住台湾 但对日本侵占琉球 只是口头抗议 同样对越南也是放弃 只求保近安民 没有春秋大义 不是如世仁所认为的 与法国争夺越南 他本身就是胡人 他也不担心朝鲜 越南 日本 琉球 东南亚胡话 他也不知道天子 除了守土 还有传播文化的义务 1883年8月 越南被迫成为 法国保护国 法国总理 如费里 四处用兵 要建立一个 法兰西殖民大帝国 除了越南 还包括 突尼斯 刚果 尼日 马达加斯加等 越南出定 法军挥师北上 翁同和夜观天象 祭道 天明时赤气半天 黄昏时西方易赤 此兵相主 四一交亲 慈禧畏惧天意 一次会心出现 他认为是自己用人 施政有误 深宫修省 惊涕南安 发誓 历经图治 不光是天象 西文报纸 也称将有法兵万人来犯 慈禧不得不备 此时 他偶然风寒 慧臣下 不能止住咳嗽 群臣劝他宽心 他达时事 天象如此 不得不及 慈禧怕法国人 垂涎云南丰富的矿产 他命军队 提前进入越南北齐 下令力保北齐 以顾鞭语 从十二月到四月 清法军队多次交兵 清军损失惨重 公卿王性软弱 一贯倾向随敬 翁童和日记说他 军基处开会 多次迟到 别人空论一发而退 他身体糟糕 几年间 时而生病 变血 慈禧给他长假 公卿王显然难负重任 却又不便辞退 毕竟二十多年生死与功 1884年 三月三十对法战争 接连惨败 一心来见慈禧 讨论他秋天的五十大寿的 竞宪细节 续到了近一个时辰 慈禧厌烦 告诉他本不可竞宪 何用情职 边疆在打仗 你来说这些干什么 公卿王喋喋不休 跪得站不起来 慈禧对他在战争中的 无能忍无可忍 称要全体罢免 他找了个借口 把一心知道外地 期间照来纯卿王 讨论罢免 暗暗调兵 以防出事 4月8日 公卿王回京 慈禧突然扳指 罢免全体军机大臣 公卿王家居养病 事后慈禧十年 不见一心 可能是出于愧疚 新军机有纯卿王统领 皇帝生父不便进宫 他在家办公 权力交替没有摩擦 从前一宣的仇外 他们视如水火 如今脱胎换骨的一宣法 和睦汹涌 公卿王坐诗云 长下居邪门不开 向慈禧颇白心计 表示田淡无怨 纯卿王对中法危机一样无解 但能不折不扣地执行慈禧的意思 西方认为公卿王是个温和派 纯卿王属强硬派 慈禧换人是要打到底 慈禧的目标是 与敌拼消耗 直到法方讲和 以放弃越南来换取 法国不侵犯中国的承诺 他派李鸿章去谈判 李氏他的参谋 也是外交高手 他远胜公卿王 李鸿章刚好遇上武士 慈禧让他回家葬武 告诉他谷逊 国有战士 可不必叮邀 李鸿章与慈禧有无数电报往来 他们知道法军深陷非洲战士 跟中国无心恋战 李鸿章在天津同友人 法国军官弗洛诺达成协议 法国承认中越边界 承诺法兵永不得过北齐与中国边界 中国则默认法国与越南自立条约 弗洛诺告诉李鸿章 法国舆论施压政府 要他向中国索款 慈禧说 蹦字也不给 因为法国人挑衅在先 条约送慈禧看后 他于1884年5月9日回电李鸿章 无伤国体 适可允行 礼服协定于11日签订 慈禧从越南撤兵 小心翼翼 听说巴黎不满意 必动重兵以索巨款 7月12日 法国正式召会 要中国陪留兵 调船费 2万5千万佛郎 借口中国撤兵过程中 发生的一起小规模军事冲突 而这起冲突西方观察家认为是真正的误会 当时所有参与越战决策的大臣 包括李鸿章在内 都主张赔款西式宁人 起料 慈禧咬紧银牙 蹦字没有 他提出请美国调停 但法国拒绝了 于是他宣布 法人脚横 无礼以慎 不惜再战 他说论中国与洋人哪 总要能战才能真和 要是样样一塌 得寸进尺 1884年8月5日 战争再次爆发 法军进攻台湾 击沉中方舰艇 炸毁福州造船厂 慈禧愤怒宣战 称法人废约 性自禀开 各国商民一律保护 包括法国官员教民安分守己者 他得知广东官员 要求沿海居民和南洋华人 在攻击法国船只食物中投毒 立即传指申斥当地官员 法人被蒙 反我中华人民 自能重置成城 不必一谋诡计 施中国仗义兴师之名 数月后 中方疏多营少 到了1885年3月下旬 清军在镇南关打了个大胜仗 迫使法军从亮山撤退 总理如沸礼引咎辞职 继任者同中国达成和解 6月9日 李鸿章在天津 同法国公使巴德诺 签订了中法合约 法国一个法郎也没有得到 中国代价高昂 但士气大震 翁同河写道 朝野一阵 足化中原肌弱之息 慈禧不仅显示出 他有能力指挥一场重大战争 也有智慧不失时机的结束战争 边境打胜 指挥官都想乘胜再战 张之洞也鼓吹不可撤兵 慈禧不容争辩地说 幸而获胜 尚决得不偿失 亦有搓跌更伤国体 他指出越南不属于中国 相反长期对抗中央 这次中国出兵北齐 越南军臣不知赶愤 暗地媚敌 许多败仗皆细该国人民 纷纷内应所致 他斥令防军如期停战 撤回边界 整兵沿背 以防不测 尤其是法国舰队 已开台湾北海风口 一旦圆绝 台湾有诗 还警告说 若不见好救收 就怕全局崩坏 即便孤军深入 越地中非我有 堂有为言 顾必严惩 领之甚之 他的语气深深震撼了张之洞 事后 纯卿王在回顾往事写道 如果不是慈禧成圣允河 将会兵连或接大局何堪设想 今天许多人谴责慈禧不成圣追击 似乎是在责怪慈禧 没有侵占越南领土 战后清帝国赢得了国际的尊敬 赫德说 一年多来 没人能说中国干得不漂亮 在和平条约签订后的宴会上 法国签字者巴德热情洋溢的讲话 我有充分的信心 协定不仅结束了冲突 而且将不容置疑地 根植中华与外国的共同利益 共同利益是加固各国友谊的最有效保障 李鸿章的讲话略带文采 今后两国之间的友谊 将向阴霾过后升起的太阳般灿烂 战争结束后 慈禧花了不少心血进行海军现代化 围表问题严重性 用上了皇帝专用的朱笔 朱坯海防奏折 同意造铁甲船 同时从欧洲继续购买铁甲战舰 1886年春 慈禧派纯卿王道大姑 巡视北洋海军的新式军舰 随从中有总管太监李莲英 谁都知道他是慈禧的红人 巡视中众目睽睽之下 他手捧亲王的水烟袋 十分细精 十七年前 李莲英的前任安德海经慈禧 派遣下江南 结果人头落地 慈禧大便一场后 终身不再有爱情 一宣是主杀小安子的带头人 如今 他已带李莲英出来 是向慈禧认错 这一时期 慈禧同欧洲列强 签订了一系列条约 划定边界 得到列强不侵犯中国的承诺 中国边界大致就是 那时划定的包括外蒙古 这些条约是 1881年中俄改定条约 1885年涉及中越边境的中法合约 1886年的中英缅甸条款 1888年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 慈禧使得欧洲列强 在横扫全球抢夺殖民地时 无人敢碰中国 期间 中国的财政收入增加一倍 乾隆鼎盛时期 也就是4000多万两银子 如今达到了8000多万 三分之一是海关关税 这是改革开放政策的结晶 1889年初 在他执政成就的巅峰 慈禧宣布他将归正 光绪是7岁了 退居后宫之际 皇太后颁发一系列上誉 嘉奖一百多名 建在或已故的官员 名单第二位是贺德 欲指说 投贫顶带花林总税务司贺德 久半扬税 精明切实 事事尽兴 收数逐年加增 确诊名校 海关收入拯救了百万中国人的生命 1888年 中国大帝遭受洪灾 清朝拿出一千万两白银进口大米 镇绩灾民 授予贺德三代一品封典 授封的是他的祖宗三代 贺德写信给朋友说 从中国得到的荣誉 对我本人来说 这是最高的 皇太后退休前能想到我 给我这份荣耀 我感到心满意足 慈禧的上誉之仪是感谢外国公使 为中外友好付出的努力 当时 大家的共识是 中国与各国交情 一天比一天亲密 商务一天比一天兴旺 慈禧只是总理衙门 则即日设宴款待公使 届时送给他们 由他本人亲自选定的如意 绸缎等礼品 宴会于3月7日举办 在华时间最长的德国公使代表 各国使节讲话 他回顾慈禧垂帘听政的成就时说 30年前 听政一使 正值国家多事之秋 于目下似于成平 边境又安 即就西方各国往来情形而论 前由太西至中华 路程总在数远 现在不过数学 则昔日太西各国 向以中华为极远之躯者 如今眼如笔铃 他代表各国使节 恭送皇太后 慈公康太 万福无疆 并望中华 与各国垂创之木暮 永存无涕 诱助大清国臣民 勇享生平之福 在那天的宴会上 驻华十多年的美国公使 田辈即兴起深举杯 盛赞宴会感人之深 田辈后来写道 慈禧此时在西方人心目中 有着辉煌的声望 他列举了慈禧的一系列功绩 除了结束内乱 保全中国领土 这两大成就之外 他还叙述了慈禧 对中华帝国现代化的贡献 皇太后 创建了一支良好的海军 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陆军 电报覆盖全国 兵工厂 造船厂建立在福州 上海 广州 大姑和旅顺 西方采矿法引进中国 两条铁路线正在修建 所有主要河流都通行轮船 数学得以复兴 自然科学进入科举制度 宗教宽容 传教士可以去中国任何一个地方 太后执政期间 美国人在中国建立了 许多学校和学院 慈禧的统治 在清代最为宽容 不像乾隆帝那样新闻自愈 没有人因为他们说的话 写的文章而遭飞来横祸 为缓解贫困 他开创了大规模进口粮食的先河 每年购买大米的费用 少则几十万 多则几百万 上千万两白银 田辈的观察是 对他的人民 直到这个阶段 都是仁慈的 悲悯的 对外国人 他是公正的 中国的国际关系 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中美关系宁静和平 令人满意 田辈指出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 皇太后在他的国人中 第一个领悟到 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重要 并且利用这个关系 来造福他的王朝 促进物质文明 慈禧结束了 中国的自我封闭 引领古老的帝国 加入国际社会 使国家和人民获益 田辈总结到 当时所有的外国人 对他都充满赞美 而他的人民 崇敬他 他被认为是 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在他的统治下 中国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 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一个现代中国 以具雏形 他的创始人 就是慈禧太后 正如田辈所说 没有任何人能够否认 以上列举的改革和成就 主要源自 皇太后的意志和权力 这个令世人瞩目的新中国 慈禧在1889年初 交给了光绪皇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